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骨灰安葬仪式星期三在北京郊区的门头沟天山陵园举行 近百人参加了葬礼并敬献了花圈晚连 刘宾燕在生前曾为自己写过墓志明 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 说了他自己应该说的话 但是由于官方干涉这一墓志明无法刻在墓碑上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食品权力特别报告员德舒特 星期四在北京的记者会上总结了他九天的中国之行史 特别指出 中国政府前置向社会揭露食品问题的活动人士 对他们进行控告甚至判刑 令人忧虑 他尤其关切因揭露毒奶粉问题而被判两年半徒刑的 劫食宝宝之父赵连海的命运 因为征地纠纷 湖南新宁县一所小学近日被要求补发征地赔偿款未果的 湿地农民的封锁 学生们只好在几乎零度的低温下连续两周在操场上上课 直到星期四 事件被网友在网上曝光引起外界关注后 有关部门才出面解决 星期四零时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天元蒙业公司发生疑似刘化精中毒事故 造成该厂化合车间的24名工作人员出现中毒现象 其中三人死亡 三人情况危重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日前表示 中国工业特别是高耗能的重化工业 发展过快 比重过高 带动了能源消耗的强劲增长 有关数据显示 去年中国工业能耗占全国一次能耗消费的70%多 其中高耗能行业占工业能耗的80% 目前 高耗能工业的生产能力过剩 工艺技术和设备严重落后 增加了能源消耗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白帆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